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自助餐中四种隐形贵菜 一般人都很少拿 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种,新鲜的牛肉或者是猪肉 肉类是自助餐厅中不可缺少的 一般都会提供有烤肉 烤肉都是提前用各种调料腌制好的 感觉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但恰恰是这种肉类本身不是特别新鲜 记住调料的味道来掩盖 在这里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吃提前腌好的肉类 我们可以去冰箱拿有一盘盘 切好的牛肉猪肉 这种肉类成本高 多含的营养也很丰富 吃起来也更加健康 第二种,鲜活的海鲜 经常可以看到自助餐厅中摆放着烹饪好的海鲜 很多人为了省事吃现成的 但是仔细想想 熟的海鲜一般也不是很新鲜 也是通过调料来掩盖 我们应该选择鲜活的海鲜来下火锅 或者是放软烤 第三种,寿司 高档自助餐厅中都会有三文鱼,金枪鱼等 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可以多选择吃确些 因为寿司都是用上好的大米制作 再搭配价值较高的生鱼片 第四种,热带水果 吃饱后都有习惯来吃饭后果 那么自助餐厅里面的水果 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热带水果 比如榴莲,椰子,山竹等 这些价值较高 口感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哦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